美食永远流行 玩乐才够fashion 来当一个A咖的时尚玩家 欢迎收听时尚玩家的单元 今天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 带大家去洗温泉咯 泡完温泉全身暖呼呼 再来一顿丰盛的美食 这就是一百分的享受 而且呢牛皮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 夏天的棉被 它不是盖的 冬天呢就是要用来泡汤的 这一集的时尚玩家呢 要延续上一集的温泉美食 继续来推荐各地的好温泉 而且泡盔泡绝对不能够让自己饿着 除了介绍温泉之外 当然也要连美食一起介绍 北投大地酒店 宜兰郊西的长荣凤凰 离冷的古野会馆等等 都是今年泡汤的一时之选 郁金准备好 出发咯 度假就是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嘛 所以呢泡汤最好可以自己独享泉水 那北投丹凤山路旁边的大地酒店 它是坐落在半山腰 可以俯瞰北投市区跟关渡平原 这里的全职是白黄温泉 最特别的呢 是大地酒店把浓郁的硫磺味冲淡 泡起来让人家觉得更放松了 而至于美食的部分呢 更是不麻糊哦 这里的喜欢西餐厅 提供全天候用餐服务 其中呢 最推荐的就是美国顶级乐眼套餐 就是用炭烤的方式 让肉质软嫩 再把表面烤到焦酥 哇泡完温泉吃牛排 光用想的就觉得好销魂哦 接着呢 我们到了好山好水的宜兰郊溪 长荣凤凰酒店 拥有42度C的碳酸氢钠泉 更是世界上啊 除了意大利之外 拥有分碳碱成分的这个温泉 对皮肤炎 湿疹 汗疹是相当具有疗效的 那饭店内呢 最有话题性的就是慢活SPA 总共有数十种的主题池汤 池畔边呢 还有点心Bar 而且啊 12月份还推出了重庆小天鹅 原来是要以辛香麻辣的滋味 让旅客来开锅 这个呢 是来自于重庆的正宗四川麻辣火锅 冬天吃锅更是暖乎乎 继继续来到山明水秀的乌莱山区 讲到温泉呢 这里也是一级战区 乌莱的森林茂密 生态丰富 还有出水量非常大的碳酸氢钠泉 这里要推荐的是 葡石立志啊 开在台酒甲温泉箱的位置啊 细细的温泉流水声 走进大门绕过木栈道 大片的落地窗 葡石轩呢 是以中国元素来贯穿 那因为在乌莱的关系 主厨打造了四季套餐 完全使用了乌莱地区的食材来入菜 比方说呢 葡石屋香野沙拉 就是用特色温泉蛋当主角 也为玉子蒸呢 双酱金风锅 也都是使用在地美味来打造 最后要来介绍的是 位在台中和平区的古野会馆 来这里的路啊 不算太近 但是绝对值得 开车走蜿蜒的台八线 转进鲜红色的里冷大桥 路的尽头啊 就是独立的温泉会馆 因为地层错位的关系 里冷溪涌出碳酸氢钠 铁和盐质温泉 古野会馆的碳酸氢钠泉 就是来自于这里 那因为平日人比较少的关系 常常可以五到十个人包场哦 而且更让人惊喜的是 古野会馆的美食 CP值非常的高 不管是巡龙鱼 牛排 春鸡等等 通通千元有找 非常划算 当然也有临近的食材 比方说呢 新色的香菇 古关的梨 还有梨山的山东大白菜等等 让客人可以吃到 当季的好滋味 紧绷的心情 最需要温泉美食的疗愈 赶快来体验台湾美食名汤的迷人魅力 以上就是今天 时尚玩家的私房料理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见啦 上山下海 走遍天下 时尚玩家 只想喝啦 本单元详细内容 请参考最新一期 时尚玩家